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和東北季風影響 基隆雨下個不停 有多處傳出了淹水災情 今天晚間 廟口夜市依舊下著雨 幾乎沒有客人上門 有店家決定提前打烊 另外呢 愛三路人行地下道 水淹即夭 有民眾還把地下道積水 當成游泳池 我要回家了 你去哪裡 游泳了 雙腿泡在水中 民眾苦中作樂 山土而颱風外圍雲氣影響 基隆雨下不停 愛三路人行地下道積水 有民眾不為髒污泥水 把地下道當成游泳池 涉水而過 我下去游泳 那個水還滿深的 你知道我大腿 我要去對面吃飯啊 然後我沒有帶雨傘 然後要過馬路 然後下去才發現水很深 對 下去水超深的 廟口夜市被大雨籠罩 間歇性雨勢突然轉牆 民眾撐傘穿雨衣 排隊買餐點 平時叫到街頭空蕩蕩 有店家原本營業到1點多 決定晚間9點多 提早打烊 很多人沒有賣了 真的沒聽人 都沒有人 今天沒有人 剛好有朋友來訪 來想大家看一下 廟口比較跟他說 很發脾了怎樣 結果後來來這邊就關門了 東信路也有娃娃機店 因大雨殘煙 眾人合力排除機水清理污泥 店內一片狼藉 業者預估採損近10萬元 當時剛剛後面就已經有一堆 新的包含這幾天進的新貨 全部都泡爛了 這裡的話在馬路邊 最高大概淹到一個輪胎 那好大雨的情況下 那個水溝來不及排 基隆大雨滂沱 天氣風險公司分析 颱風外圍環流 與東北風合力作用 周四一整天 基隆累積雨量 至少359毫米 打破設站78年以來 最高日雨量記錄 而且雨勢還在持續 預估周五清晨 才會緩和下來 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做好下半場防台準備 記者王自瑜 林秉舟 基隆採訪報導